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罚球命中率让人汗言 这只是一场常规赛 对手还是实力不强的天津 如果未来进入季后赛 面对实力更强的球队 新疆的罚球会不会出现更大的起伏 一般来说 罚球主要和两个因素相关 首先是场上的对抗 平常练罚球和场上罚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平常训练球员会以放松的姿态罚球 比赛时球员刚刚经历对抗 他们可能会四肢酸痛 罚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NBA 德拉蒙德这样的球员 平常罚球命中率至少在70%至80%左右 比赛里他们的罚球命中率就会雪崩式下滑 另外一个就是球员的心态 罚球很考验球员的心态 如果心态失衡 命中率也会直线下滑 这场比赛新疆队的几位球员心态明显出现了问题 三杰快打完天津 还和新疆保持比分拉锯 说明新疆并没有把这个对手放在心上 虽然最后新疆赢了球 但是这场比赛他们也需要好好反思 此外 新疆的罚球问题也影射中国队的罚球问题 中国南篮的罚球在最近几年的国际赛场上表现都很一般 尤其是去年的南篮市减肥 中国南篮最稳定的罚球者居然是一剑连 几个后卫的命中率都非常惨淡 在高强度的国际对抗下 球员罚球时的状态明显不如以往 连一些宝贵的造杀伤的机会都不能把握 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进攻效率直线下滑 这两个赛季中国南篮的改革有了明显进步 一些实力出众的年轻人开始涌现 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一点 寻找天赋年轻人的同时 也需要寻找一些技术扎实的球员 没有好的篮球技术和弹展现天赋 而罚球就是技术中的基本功 未来我们的球员应该在投篮这方面好好打磨一下 中国南篮曾经是有很多优质射手的 现在出现了断层 可见我们对于篮球技术的把关还是不够 各位读者朋友们 你们如何看待呢 欢迎留言评论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